王堅森拜託 你幫我直接到第六項 我早就好像說到這裡 我再補充一下 美國他要花那麼多的軍事經費 還有那麼研究那麼多的高尖端的科技武器 就是要維護他海上還有空域的交通航空 這些運輸的航線 這些都是屬於戰略性的 因為美國隨時準備在12小時之內 能夠到世界各地有戰亂有紛爭的地方 去用武力來威嚇 來解決一些爭端 如果跟美國有同盟的那些國家 跟其他國家有軍事衝突 因為跟美國有簽訂安保條約的 美國就有權替這個盟國去出兵 可以解決這些地區的爭端 那這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他遍佈全球的各大洲各大洋 隨時究竟可以介入 其實他要花這麼多錢來做這些事情 都是為了他美國自己的戰略利益 現在整個世界重要的海道 然後那個航道 通通就被美國管制控制著 好比說中國 他最要命的他的海上運輸航線 從中東 從印度洋一直到馬六甲海峽南海 一直到台灣海峽 一直到那個日本 跟韓國之間 這些航道 通通是美軍在管制 所以 中國等於是被美國的戰略 虛形包圍包圍的實施的 包括 中國他現在想從 這個緬甸 他弄了一個油管 可是希拉蕊 從去年開始就 加把進 開始進入緬甸 跟緬甸軍政府 簽了一 沒有簽啦 就是說他們開始在運作 美軍的勢力 要進入緬甸 那緬甸軍政府也是很現實 他就看 是美國給我的利益 或者保障比較多還是中國 當然是美國嘛 美國又有錢 那個軍事設施 那個設備也是最尖端的 所以現在他已經 往美國這個方向在靠攏 所以那個油管 之前我大概兩個月前得到消息 已經暫停施工 好 因為我們 曾州長已經到了 那我就先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OK